用眼看世界,用新听新闻,这里是费典新闻 据最新消息,经过数周的艰苦战斗 俄罗斯军队目前已经完全占领了北顿涅茨克 北顿涅茨克的沦陷标志着莫斯科自占领马里乌波尔以来最大的胜利 虽然莫斯科迄今为止在乌东战场的整体进展比较缓慢 在俄方看来,北顿涅茨克的陷落或许会改变乌克兰东部的战场的局势 北顿涅茨克和吕西昌斯科从俄乌战争开始就一直是俄罗斯进攻的重点 俄罗斯的目的是占领乌克兰东部的整个顿巴斯地区并摧毁保卫该地区的乌克兰军队 所以占领北顿涅茨克对俄罗斯来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这两个城市及周边地区是卢干斯克省乌克兰军队实际控制的最后一个区域 其余95%已经处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地亲俄分裂分子的控制之下 从北顿涅茨克撤退也使莫斯科接近完全控制卢干斯克省 另外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亲俄分离势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大约一半的地区 北顿涅茨克沦陷的重要原因是俄罗斯在火炮方面的优势 俄军使用了多枚火箭发射器轰炸机 甚至是苏联时期的托奇卡优战术巡航导弹 袭击了北顿涅茨克的在阵地和居民区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很可能将占领北顿涅茨克 视为其从早期失败的闪电战尝试 转变为在东部使用大规模火炮进行焦土进攻策略的成功试点 而根据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称 北顿涅茨克的尸首是乌军从北顿涅茨克 重新集结到临近的雷西昌斯克高地的一种手段 这个战术重组是为了让有声战斗力量获得战术优势 而撤退到有力的位置 因为由于俄军的多轮轰炸的炮击 大量的防御设施已被炸成废墟 所以乌军研判继续在北顿涅茨克的开阔地形 进行有效防御已经不可能了 因此乌克兰军队正在向高地转移继续防御行动 一些军事观察家认为相比俄军早先攻克的马里乌波尔 北顿涅茨克的尸首对乌克兰的影响是有限的 由于北顿涅茨克工业区的数十座工厂 发电站和煤矿 就一直处于亲俄分裂势力的控制之下 而且自5月以来战线前移 这些工厂几乎都停止的运作 所以从工业生产角度考量 北顿涅茨克的尸首对乌克兰的经济应该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而从战况分析 经过北顿涅茨克的拉锯战之后 俄军在人力和军事设施上损失惨重 这直接影响了俄军的士气 因为西方制裁阻止了高精度武器的生产 俄罗斯现在使用的都是储备武器 所以俄军在战争中的长期前景看起来并不乐观 另外由于战线过广 即使俄罗斯攻下了北顿涅茨克 俄军和当地亲俄分裂势力 能不能守住该城市和卢干斯克的其他的地区 也将是个未知数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节目内容 对点新闻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咨询和时事评论 欢迎订阅 按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啦